欢迎大家回来看这个年度雷品 录这个年度雷品对我来说比较费劲 因为我买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看别人说好就买 或者说什么东西最近特别火我去买 我一般都是在网上先做research 所以可能因为我自己做了很多research 我就避了不少的雷 确实其实没有用到什么太多的雷品 而且我今年已经做了一次雷品了 所以我把这些东西总学出来之后 其中有一些并不是说它雷道 我想打人买了之后觉得特别浪费钱 有一些可能是我觉得我买了之后不是特别的满意 只是没有达到我心中的预期 有一些我也把它归进来了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也就是参考一下 好吧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有一个底妆产品 我不是总结了一个超贵都不好用的粉底 哪何级吗 那个您可以去看 我可能买到碰多的最多的雷品了 就是粉底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给大家测粉底 所以有好多我并没有去上网看别人的意见就买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这个产品 Charlotte Tilbury的这个Hollywood Flawless Filter 这个东西吧 它其实不是个粉底 我一开始买回来的时候把它拿粉底用 然后马上发现它其实没有遮瑕效果 它的手上是这样 它叫Flawless Filter 它叫一层磨皮效果的滤镜 它主要是让你皮肤更加显出光泽和质感 所以它完全没有遮瑕效果 我买的时候呢就首先买错了 当然这个也不能完全怨Charlotte Tilbury 它是让你觉得脸上有一层年轻肌肤所绽放的光彩 我原来想了它可能跟那个刁兰金钻那款 差不多就是让你的脸 感觉呢比平时有光 是不是有点润泽啊光泽什么的感觉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然后发现并不是 它擦上之后对于我这种油皮来讲 不是光泽就是满脸冒油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这个光不是好像你的皮肤特别好 自然发出来的高光啊什么那种光 它的光呢是会显着脸 就是冒油冒汗的那种光 它这个上面写啊 就是你皮肤好的状态之下 你可以擦上它直接 就是当那种粉霜 会让你的皮肤更均匀什么的 它会进入我这个掌心里面的小纹路 所以你稍微一点纹路它就会进去 进去以后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就是强调你纹路的这种效果 我想我们不管这个皮肤多好多差的人 大概最不想的就是 让别人来强调它脸上的纹路 所以这个呢它并不是一个粉底 它只是一个妆前乳性质的东西 但是我也把它放下来了 做妆前乳也不行 跟其他粉底混起来的效果也不好 脸上非常的斑驳 哎呀我先用这个斑驳这个词用的好熟啊 就脸上非常非常的斑驳 blotching 试了好几款粉底都不行 所以这款应该是闲置了 我不知道那些干皮的皮肤 本来质感就特别好的人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还是只是我是油皮 才产生了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 所以你们也有用过的话 给我留言 烧了秋贝的东西呢 我不是说不好 但是它并不是我一个觉得 就是跟它的价格 很匹配的这么一个彩妆品牌 我总觉得它好像偏贵了一点 你们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那个回头告诉我 好下一个也是欧美彩妆 KKW的这个修容棒 和它的高光棒 它里面买出来是一个兜子 里面有三个 还送了一个这个小刷子 首先说这个小刷子 it's pure garbage 这个完全就是垃圾 我用它根本就弄不开 我给你们试一试啊 首先说这个修容棒 它这个颜色就不怎么样 而且不是很上脸 用这个推的话 推的根本就不是很开 而且还容易把脸上弄得很毛躁 this is pure garbage 我当时对于KKW这个修容棒 有特别特别高的期望 因为好多人都说它好用 然后特别creamy 特别膏状奶油感 然后你知道我多爱修容 我就买回来了 首先还有一个巨大的缺点 就是你看 就只有这么一点 没了 就这么细细的 就这么一点东西 你稍微有估计 你要是修容狠一点 用个两个礼拜 就用光了 而且颜色也不是很上色 它的颜色出色并不是很好 而且它这个颜色发灰 所以它擦上之后 并不是像金卡拉山那种 脸上特别有棱角 特别好看的感觉 我觉得它擦上之后 就是脸上发灰 感觉就是脏脏的 还有呢 它两边这个颜色 它虽然是一深一浅吧 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两个 真的没什么区别 并没有给我深浅 两种颜色的这个选择 提亮这个嘛 首先这个高光 一点都不亮 你看这个是它的高光 你能看得出来什么 就是一道 一个白粉底的感觉 就是会让你的脸上 突然出现一道黄 尤其是亚洲人擦 我觉得是把我们皮肤 底层的那种暗黄 给带出来了 这个是特别明显的 那那边是一个提亮 就是用来提亮眼底啊 什么的 然后它毫无遮瑕效果 你看我在手上还行 上脸一点遮瑕效果都没有 然后提亮的话也就那样 不是说它聚差 我觉得它我也还会再用 我觉得也能用 尤其呢它比较小 轻巧便利嘛 你可以上班啊 什么的带着它 或者说出差啊 什么的带着它 这一点呢它还是OK的 但是它最让我不能忍受的 就是东西给的太少了 这个全挤出来 你看就这么一小头 你拿到的就这么一点点小东西 这一套它里面 大概是50多美金 我觉得哇好贵啊 就是我一直比较喜欢 卡台山的东西 但是这个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 也能用 不是说差到不能用了 我还会再用的 我也能拿它修容什么的 但是真的 离我想象的距离 还是差了很远 所以我最后还是不满意 就把它归到雷品里面来了 用完了之后 我应该不会再买的 像我买那个 Jordana的修容棒 甚至兰扣的那个13号的粉底条 都比这个要好用很多很多 所以而且甚至那个 爱丽小屋那些修容棒 都比它给的要多的多 而且至少是跟它一样好用 那它那么贵的话 50多美金在咱们这买 我记得我是多少钱买的 好像是400人民币 我觉得好不值 就这两个小东西 很快很快就用完了 所以雷品 好我们接着往下走 接下来呢是一个高光 你们知道我是很爱很爱 J姐的一个人 我也很爱这姐出的高光 我也很爱很爱 J姐出的高光 我结婚那天用的 就是她这款里面的 Peach Goddess这个颜色 简直是高光中的战斗机 这个颜色你们看看 看看有多亮 有多奶油感 有多美丽 这个真的是我最爱高光之一 我自己是对我来说 世界上真的没有比这更美的高光 它确实有一点点的写毛孔 但是我不在意 我没有把它归进年度 可能是因为我提了它太多次了 而且我还是照顾多数人的那种审美观点 他们觉得它太亮了 不日常 那确实也是啊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就是喜欢 那也就无所谓了 但是重点今天不是说它 是我买了另外一款色号 简直差到不能再差了 这个也是它的Skin Frost 这个颜色叫Princess Cut 这个颜色 建议大家真的不要去买这个颜色 我是在两款都是在淘宝买的 而且是在一家店买的 所以我不觉得是买到的假货 你看而且其他的全部都一样 我对比了一下 这两个 它们这个盘的 但是这个颜色简直是 那个在手上都是干的 粉笔还起墨墨 然后擦在手上 你看你看这个Swatch出来 我给你们两个颜色 对比一下 这个是Princess Cut的Swatch 给你们看 看看这个Blochy 这个斑膜的感觉 我再给你们看Pitch Goddess的颜色 你们来对比一下 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这个Princess Cut也太差了 就我当时都惊呆了 我就说这真的是 这姐的高官吗 给你们看啊 这是旁边的那个 你看看这两个的感觉 这个是平滑奶油状 这个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就已经是坑坑洼洼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好想给你们就是现场展示 就是一点都不匀 就已经是一块一块的上去之后 真的不行 这个颜色太差了 我都没用几次了 而且它这个上面现在已经 完全脏兮兮的 就太令人失望了 完全完全不行 这个真的是一个买到的大雷品 这个高官不行 我真的是认为 Jeffrey的高官 其实都差不多 并不是 所有的产品 其实每个色号里面的配料 都不是很一样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 在买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用一个色号好 不代表用其他的色号都好 我自己就吃亏了 虽然这买完了这个之后 就觉得很是失望 很是失望 你们这个在淘宝上就能买到 我自己两个 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而且是在一家店买的 我不是在一家店买的 我真的觉得就买到假货了 但是 那好像不是假货 就是因为它那个色号不好 然后我又问了 我其他一个朋友也是买的这个颜色 他也说是 其实这个色号之间的差别还挺大的 而且这个不光是反映在 Jeffrey的这个产品之上 它其他的产品好像色号之间也不太一样 希望它还有其他的产品 可以越来越改进 反正这个是让我确确实实失望的 我觉得Peach Goddess会成为我一直以来非常喜爱的高光之一 我先去整一下头发 sorry 我整理一下头发接着路 我最后想听说话说的都 我的嗓子终于好了 至少没有那个Phoebe的那个能听的声音了 好继续 所以吐槽完了Jeffrey Starr这个高光 下面要吐槽这个高光是Two Faced这个Diamond高光 这个钻石高光 颜值是美得说美得要死 打开以后就跟女人 Would you marry me? Would you marry me? Would you marry me? 加给我一块大钻石 是 都是很好看 但是这个颜色不行啊 你看看这个擦上之后 在脸上就是奇奇怪怪一个发紫和青的 我觉得你要是扮青蛇什么的擦在脸上 还可以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啊 但是这个颜色是发青的 就是说我们在脸上高光的话 要不然就发粉 要不然就发金 就是怎么会有人喜欢青色擦在脸上呢 真的是不行的 我给你们可能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 就是他的脸上就是很奇怪 在一些角度上你看他就是 你脸上发紫 然后就会觉得 你怎么 你看这边就发紫 这边是金的就漂亮 这边就是很突兀在脸上出来一块 虎色的高光 就是很奇怪 镜头里面看还好 但是你看这边就是很漂亮的金色光光 你再看这边就脸上一道紫色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人家还认为你为什么脸上出了一道紫色 就很奇怪的颜色 非常不适合亚洲的肤质 我在想也许那种特别特别特别白皮肤的女孩 像白雪公主一样的白女孩 也许会漂亮 我不知道 反正我自己买了之后 大概就用了一两次闲置了 我说你们还说我闲置的东西 要不要放在咸鱼上卖 但是我是不愿意去handle那些退换什么这些事情的 所以很麻烦 我觉得要是卖的话 不喜欢或者你们要 就是很多事 所以我暂时没有这个打算 你们是不是想让我开始咸鱼呢 如果你们想或不想的话 也给我留言 反正我是没有时间去handle那些退换的事情 所以大家告诉我一下 好我们继续 那下面的这款呢 也是跟它是一个高光粉底盘吧 也是Too Faced的 它是Too Faced这个Peach Glow这个盘 其实刚买的时候呢 我还用了一段时间觉得没什么 但是后来越用越不喜欢 颜值超级高 味道也好闻 但是我之所以不喜欢它 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吧 真的很不上色 就是包括它这边这个高光 就不知所云 你看它这个几个颜色出来啊 就是没有什么 你把它擦在脸上 你比如说我们就用它这个腮红好了 就真的是 色泽度比较低 其实就是这个腮红还OK啊 我不是其实这个腮红 可能是这里面最好的一个了 就是显色度比较低 而且你看 你看我刚买来 它就这样掉出来了 就变成两个 我一直在这样凑合着用它 所以质量上呢 也比较差进人意 而且你看它这个修容盘 跟那个Butter Bronzer 比起来就差多了 它不光是掉出来 它颜色也不行 而且你看这个高光 我都不知道 它是不是应该管自己叫高光 这叫高光吗 一点颜色都没有 还比较chocky 还有很像粉底的那感觉 就因为这个盘很贵 大概是三四百人民币 我不建议购买 它并不是说差到不能忍受的地步 我还是用了不少它中间的这个腮红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它真的是不值得彩妆之一 所以我自己不会建议购买它 另外还有一个高光我不建议购买的 就是Alf这款Big Twilight 因为是便宜 我就随手拿了一个 它的缺点就是chocky 就像粉底一样 这个我都想听这个声音 我不知道你们听见 听见吗 就像粉底 你再看我的手 就是一大块粉底画出来的 并没有光泽 这完全就是拿粉底在我手上画了一道 根本就不是高光嘛 给你们还是拿它跟这姐的Jeffree Star那个 我最喜欢的高光鼻鼻 给你们看这个显亮程度 这也这能算高光吗 我都觉得你也好意思 你看 你也好意思管自己叫高光 你明明就是一块白粉底好吗 虽然是显亮度太差了 我觉得不行 有一些人喜欢Alf的东西确实都还不错 但是这个Big Twilight 真的是令我比较失望 我觉得它便宜是便宜 但是如果跟石油眼的那些同价位的高光鼻鼻鼻่以后 它真的是差得不是一星半点的 所以别想了 淘汰淘汰不行不行 下面又一只修容产品 就是Anazostia Beverly Hills的这款修容盘 这款不好的第一大原因就是 你把它擦上脸上 就是把泥抹在脸上 并不是修容 你看 就是泥 看见灰的颜色了吗 看看 看看 这怎么会有人神经病到修容盘 出这个颜色 你是用什么肤色的人 会用泥巴来修容呢 你不是要给他 橘一点暖一点的颜色 才能好看吗 每次把他擦在脸上 我都觉得 哇我这是病得很严重吧 就用他修完容之后 觉得这个人 身体很不好啊 马上就要 病了很严重了 需要看着病 就是脸上 哦消瘦啊 就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像一只骷髅一样 就是丑的不能原谅吧那种 然后我就特别不喜欢这种 这款 然后你再看他的提亮 这个白的首先 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用的 就是脸哪个部位会遇到 这个全白 而且都是油 擦上去都是油 还容易起痘痘 然后这个颜色 也不是提亮很好 擦在眼底 特别容易卡粉 所以这个盘里面 几个颜色 没有一个好用的 而且价格还很贵 我真的是买了 他真是倒了没了 这个可能是我年度当中 吐槽最猛的一个 最不喜欢的 就是这款 真的是差评到家了 也不便宜 Anazossia Burial Hills 有很多东西我喜欢 但是这款确实非常的差 差评 好 接下来就是Natasha Denona的 这个高光盘 这款高光盘 我不能说它是差到极点 但是因为它将近 800多块钱人民币 我买了之后 他真的觉得是宇宙无敌不值 我们公平来讲 它的这几款腮红具颜色 还都不错 颜色还都可以 但是它号称最贵的就是这个叫Diamond Powder 钻石粉末 你们不是看我测过雷哈娜的那个吗 你可以去前面看我测过雷哈娜的那款钻石高光 雷哈娜那款钻石高光不是小亮片片有的时候觉得比较剪毛孔 那个有的缺点 这个全都有 但是这个比那个缺点还严重的一点 就是至少人家雷哈娜那个一擦 手上都是亮亮的 这个擦来擦去 啥都没有 你能看清楚我是手有什么吗 就简直这个高光的这个 我手上现在还是Jeffrey的那个不行 我得把手上的那个Jeffrey高光擦掉再给你们试 我觉得是因为我这个现在这个屋里啊 还显现一点 你看 就是 根本它这个高光的亮度 就根本就咋 就太薄了 就如果这两个比起来 我肯定会买雷哈娜那个 比它便宜的很多 它这一款800多 然后这边的这个也不行 这边的高光也是Chalky 全都是像一只粉笔一样的感觉 它上面有个盖 这个设计倒是很好 然后这里有一款 我不知道是什么好像是 应该是膏状的高光吧 我用在脸上又不行 然后这两款栽红的话可以 总而言之就是我对它抱了非常大的希望 买了它以后 觉得可能会非常好用 因为是同类的高光当中 最贵的 但是最后发现很失望 真的还不如我的5块9毛9的 室友也的那个高光 我出门从来不带它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高光不好看 真的是非常浪费我的钱 所以把它归到年度的雷品里面 OK我们接着看 这个是我买的国货 在淘宝上买的 是因为我看了Instagram 它又是在哪 抖音上面看到的 它用那个画那个长睫毛 画上之后 那把细胞画这么长 就一点一点一点 弄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就买了一个 就是这个滴滴猫的这个睫毛膏 我当时看它表演的时候 它这样画画画 哇能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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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戒得超长 首先我自己没有达成那种效果 我不知道它那里的效果是假的 还是怎么得到的那个效果 我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效果的 所以那个效果应该是电视里做出来的 再有一个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 我的睫毛能有这么苍蝇团 让人看着就是很恶心 像猪踪一样的在我眼睛当中 炸出去 就是硬的猪踪 一点都不像那种温柔的 卷卷的长长的睫毛 昨天这块我是买的 买错了 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 所以也进入了我的年度雷品 OK好我可能没了吧 就这些了 我的雷品真的也不是很多 我也是纠结了很长时间 才把这些拽出来 说给你们听 就像我说的 也并不是说每一个都难用到 我要骂娘的地步 其实有一些还是OK的 只不过就是没能达到 我内心对它的那种期许吧 项链难道一直是扭着的吗 所以它才进入了我的年度雷品的榜单 这些一律都是我不建议大家购买的 其中有大部分都还是不便宜的东西 我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都会去上网查一查 看一看大家的口碑怎么样在买 不是说所有的人的反应都一样 但是你可以根据网上多多的信息 就真实反馈的 不管是博主也好 还是各个消费者的反应也好 能够做出一些比你本来更好的判断 我总觉得我老说句话就是 more information is better than less information 知道的信息越多总是好的 那其实很多时候人们被骗也是因为 information is better than less information 就是你的信息不对称才会被人骗 所以呢如果你得到的信息量越大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 make your own judgment 对吧 make your own judgment 你自己来为自己决定 那这个时候你在做决定的时候 可能也会更好一点 ok这就是年终总结出来的雷品 还没有遇到太多的雷品 我之前还做过一次雷品 你可以去看看那个 那有一些东西已经比较老了 所以我这次做呢都是我今年买到的东西里面 我不喜欢的 也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 ok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别忘了在微博微信 还有所有的那些B站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平台上来关注我 好不好 love you guys so much I'll talk to you soon bye 我也是 那个能听的那个 哎呀我的肠牙怎么会有饭 fabrics 谢谢大家